好,讲完了参要素之后呢,我们要讲一个例子,来看一下面向对象在前端,它到底是怎么落地,怎么用下它,我们不能光是靠理论,我们还得真正的去实践一下,这个例子呢,其实就是大家最常用的一个例子,这块其实就是个class,当然你看到这块的圆码中,就是打包出来的代码中,它可能是一个函数,但是这个函数呢,就是一个过多函数,它的意思和class和我们讲的class是完全一样的,我们可以认为它就是一个class,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class来实现它, 另外我们用gquery用的最多的这种写法,像这个获取一个p的这个选择器,其实就是gquery的一个,就这个class的一个实例,跟我们之前用的那个new什么new什么是一样的,我们看一下它怎么实现的,这是代码的截图,这个大家如果看不太清楚呢,没有关系,我们等会去带大家一块写一遍,我们先看左侧这个大的,首先classgquery,然后下面是个constructor,是一个过多函数,对吧,过多函数里面肯定传着一个选择器, 比如说我们刚才穿那个p一样,然后里面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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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经过一堆操作,大家先不用看这个操作什么意思啊,最后什么呢,this什么什么等于什么,this点lens等于什么,this点selector等于什么,这其实就是gquery里面的常规操作, 然后我们把constructor过多函数弄完之后呢,然后就可以加一些gquery的一些api了,比如说我们常用的api,像append,addclass,html,还有好多好多好多,什么style,css这一些,我们最常用的一些gquery的api,好,定义完之后,我们看怎么用呢,我们可以什么,我们可以window的gquery复制成一个函数,然后return什么呢,return一个newgquery, 大家看newgquery是什么意思,就gquery是一个过多函数,对吧,然后我们直接去return newgquery,就是说明是return的一个实例,ok,那我们看下面这个,我们直接去执行dollar,然后把p传进去,其实就是到这了,对吧,到这了,然后这个selector就是这个p,然后return newgquery,然后把p传进去,其实就是执行到这了,对吧,执行到这了,最后反馈的就是一个实例,对吧,我们答应一下这个p就是一个gquery的实例,然后这个p.addclass, addclass,其实就是左侧我们这定义的一对方法中其中的一个,好,讲完之前明显对象的那些demo,你再来看这个gquery的这个实例,基本上明白是没有问题的,好,那我们代码也试一下,还是之前的环境,我们就把之前的全部删掉,当然你自己写的你可以留下来,是吧,找个地方存起来,我们这就删掉,好,那我们就先写这个过多函数,class,gquery,然后第一个肯定是, constructor,constructor,constructor呢,肯定要穿上一个sector,对吧,然后里面我们先不要管它,过多函数完成之后呢,我们要写上gquery成为的api,比如说,append的,好,内容呢,内容我们就,此处就先省略,因为内容不是重点,我们这儿的重点,不是说我们如何实现一个gquery,而是我们讲gquery,它是如何使用这个面显对象的,是吧, 我们再写两个,add class,内容我们也是先不管,然后,html,好,内容也是先不管,这儿呢,此处省略,n个api,就是gquery的api其实非常多,对啊,不止这几个,那我们就这儿就不再写了, 我们就写了三个,作为一个实例,好,我们接下来就写了constructor,首先我们要把这个,数字的slice获取到,把这个slice的函数获取到,然后呢,let,dom,我们获取dom的节点, slice第二,call,document第二,query,select二,然后把这个select二,然后把这个select二,然后把这个select传进去,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哈,就是这个我刚才检查的这个,这个就是通过这个select选择器获取了这个dom节点,对吧,dom节点,然后呢,我们获取dom节点之后呢,它不是个速度的形式,我们通过slice第二, 叫call来执行,它就返回的是一个什么呢,它返回的其实就是一个速度,就是说我们通过slice获取了dom节点之后,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速度,因为它可能是多个dom节点,对吧,多个dom节点,然后我们变成了速度之后呢,我们就获取一下这个速度的长度, dom的话我们就,写dom.length,如果是没有的话呢,我们就写成个0,对吧,这个没问题,然后再执行一个循环, lice i 复制成0,放行环啊,这个是常规操作啊 好,this i 复制成dom,也就是说我们,dom不是一个数组,对吧,我们便利这个数组,我们把数组的每个元素都变成这个this的这个实力的这个元素, 这个元素的这个k呢,其实就是这个数组的k,就是0,1,2,3,这种的,然后this.length,复制成这个数组的这个长度,lice,然后this.length,复制成 或者什么呢,或者没有的话,就复制成那个空字无数,OK,那这样的话,我们就写完了,对吧,把这个功能函数写完了,写完之后呢,我们还需要写一个入口,就是这个window.dollar,复制成什么呢,复制成一个, function,selector,然后return new,jquery,然后把selector传进去,好,这样我们就是先暂时不要保存,然后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呢,我们到这个index的HMR里面去,我们写一些设计代码,因为不写设计代码,你是看不出什么意思,对吧,我们这儿就不用引用了,因为这个一保存之后,它这个代码会自动注入进来,我们可以把这个, 多考虑几次啊,一,二,三,好,我们弄三个这个p标签,然后定义一下, 我们把p标签给传进去,那dollar已经是个函数了嘛,因为我们这儿已经定义了window.dollar等于什么东西,这样的话,我们执行dollar函数,然后把p标传进去,这个地方就是p标签,对吧, 然后它就会生成一个这块的一个实例,是吧,就执行着构造函数啊,执行这一拖,好,这样的话我们,我们再打印一下什么呢,我们把这个p标签给他,把这个就是这个实例给打印一下,就dollarp给这个实例给打印一下, 然后我们再为了验证呢,我们再打印一下dollarp.addclass这个函数, 这个函数我们因为我们在这儿定义了,对吧,虽然说它里面什么都没有,但是我们也能打印出来,这应该是对的,好,我们首先, 保存一下这个index.js,然后我们再保存一下这个html,好,我们看一下,有包错啊, 好,我们这儿应该是这样,应该是这个代码执行的时候,这个应该还没有注入进来,所以说它会报这个dollarp是错误, 我们这样,我们把这个三号代码,我们先不要管它,删掉,把它放在这个下面吧, 就正式测试代码,我们把它放到下面,好,就定义完各个函数和入口函数之后,我们直接去来执行测试, 我们执行测试,其实这个时候这个页面中的代码就已经加载完了,好,我们刷新一下, 我们把这个放大一下,好,成功了,大家看,我们执行了这个dollarp之后呢,它散回了一个实例,是吧,我们首先去打印这个实例, 打印这个实例,大家看打印的结果是这样,0是个p,大家看左侧的这个阴影区域,1是个p,2也是个p,是三个p标签,对吧,这样的话就对应了什么,对应了我们这个地方, 就是我们把这个dome的每个元素呢,都给它fool到这个实例的属性里面来,k呢就是0,1,2,对吧,0,1,2,就是对应的这三个, 然后lens等于3,这个没有问题,selector等于p,这样的话对应的就是这个,这个代码,你说说明什么,说明我们这一步是成功了,对吧, 然后第二步呢,是打印一下这个addclass,addclass其实它应该是打印一个空函数,大家看一下,对吧,这个地方也打印出来了, 正是我们这个地方写的内容,其实大家看这个数据结构,以及使用这个addclass的这个方式,如果我们使用的话,那肯定就是一个括号就执行了嘛,对吧,什么什么什么就执行了, 这个方式和这个dequare的方式完全一样的,对吧,所以说通过这个class的方式来实现dequare是没有问题的, 而且dequare原本里面它就是这么实现的,它只不过是用了另外一种方式,但是它这个思路肯定也是这种面向对象的思路, 就是通过过度函数,通过类来创建实力的这种一种思路,而且这儿呢,它还用了一个工厂模式, 我们先这儿写一下,我们这个课程是讲设计模式嘛,对吧,工厂模式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第一个设计模式, 那到时候我们会再说,这用的工厂模式,不过这不是重点,就是这现在不是重点, 我们现在不会讲工厂模式,我们只会讲这个,它如何去使用这个过度函数, 以及通过过度函数去处置画一个实力,它如何去用面向对象,